进入第一个环节 个人技能展示 请选择套路项目 选一号 长拳 这位小选手选的是长拳 请选择指定动作 五号 看一下五号题到底什么 腾空转身背腿跳 须部驾栽权 上部穿掌 直伸前扫腿 公布盘整 他为大家展示的是 现场编排的长拳套路 二号 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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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希望继续努力看 好的 这一路员演练水平 0.47分 动作质量 0.40分 最后得分是 0.87分 下面进入第二个环节 武术常识问答题考栋 请看大屏幕 请连续选择两道选择题 3号 5号 请看题 13是哪一种拳款呢 别称呢 分必有三个选择 你选择的是 C 太极拳 我们看一下是否正确 好 完全正确 太极拳 请看第二题 拜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体现了武术 武术哪方面的价值观 分别有三个选择 你选择的是 C 健身 健身 我们看一下 0.25拿到了百分 0.50分 请运动员选择下到视频题 3号 3号 1号 3号 1号 3号 2号 1号 3号 1号 1号 10号 5号 2号 1号 3号 2号 4号 高速 班子权 刘欣纯 神标 双剑 请说出其中一个套路的特点 高速 他的特点是快速勇猛 激烈奔腾 紧密缠绕 雄剑标杆 道路蒙古 对不起 今天都可以的原则 讨论能够完全听到的意思 好的 看一下隔分情况 隔分是0.25分 风格特点的隔分是0.25分 又一个满分 0650分 真是不错 好 请欣赏 好 请欣赏 故随的所容 然后曾提升 链 好 谢谢来自上海的三位选手 期待 请刘老师给他们一下 不容易 这个时间不算比较 从原先感到是一年的整个时间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就相当不错 因为我全是车场 我们这个13人的群队下来的运动量 所有大强度 然后选择要达到每分一台马上 学路上的16 只是因为力量上的前面的比较 才能够进去 继续录下 好 谢谢刘老师的面皮 6.550分 最后得分 93.950分 加上前两个环节的综合得分 来自上海三位选手的总得分是 95.77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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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